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集是整個移民故事的第五輯 如果大家有看過過去的四輯 都會發覺每一個移民故事 其實都是很獨特很不同的 但是每一個故事的背後 都充滿著很多淚水 也充滿著很多歡笑 而今次第五集也不例外 故事的主角就是林賢泰 林賢泰是一個有特殊需要的小孩 她媽媽帶著她大約一年前 以學生的身份行Stream A 就來了多倫多 不如今次又聽聽太太媽她的移民故事 Hello 太太媽 Hello 首先都問問你 其實你是何時開始 考慮移民這件事的呢? 我想移民呢 大概是20年的下半年 因為那時候很多香港人就開始去UK 那我又開始看了 期間都上網查看 但是都認識一些有當地身份的人 譬如已經是拿著英國護照的人 他們就很反對我們的香港人去的 那就是會罵 你怎麼這麼多香港人去英國 搞到那些房子又貴 那些學校又可能欠崩潰 那所以就令到我就又想一下 那到21年左右 那都保持著找資料的 那主要都是看五萬那些 那些 那太太和爸爸呢 一直都反對的 直至到21年尾 那真的身邊的人 都很多開始逐個逐個這樣離開了 那到22年 即去年 到農曆新年 大年初一 那去拜年的時候呢 就順便打個電話 給剛剛去了溫哥華的朋友 那就問他 喂其實你怎麼過來的 那他們都有一份職高生口職 為什麼都離開呢 那問他怎麼過來怎麼申請的 那當時他就去了四五個月了 溫哥華到 那他們都適應的 那兩公婆他們 那他就給了A準資料我們 那我記得我好像第二天 就馬上不找那個A準 大概是復活節啦 4月那時候入址申請的大概 所以22年10月就起飛了 其實沒來過加拿大的 從來都沒來過的 以前一直都沒想過會來的 因為覺得 那麼冷 我頂不住的 就是因為那個朋友 介紹了A準 所以就去了加拿大 就是這樣 那好了 那來到加拿大 那你說你從來沒來過的嘛 好像你都沒有出過國讀書的 就是一直都在香港 都沒有的 沒有的 那你從來都沒有在外國生活過 沒有的 沒有的 看電視 主要都是看電視多了 其實對於你來說 那個適應難不難呢 對我來說不難 我沒有東西不適應的 其實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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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林賢泰都沒有的 連林賢泰都沒有什麼不適應的 他都OK 啊 那你在整個 由搭州加拿大 到現在這樣 其實 最令到你困擾的 我相信都是你兒子 是嗎 是啊 不如你講一下你那個故事 給大家聽好嗎 啊 那一歲了 他就 refer去醫院 見醫生 那 醫生呢 其實都要做很多測試 其實一直都找不到什麼原因的 那最後就 那這個病毒是 是 global development delay 只是這樣的 就算怎樣抽脊水液啊 抽血啊 這樣其實一直都找不到原因的 那現在就叫做 rare disease 那 即悍有病 那 那林賢泰 現在呢 其實他言語表達是 表達不了的 那但是他就接收到你所說的 所以我們跟他說話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就表達不了出來 不過其實如果假設他吐喝的話 其實他可能自己都會懂得去拿東西吃的 但是只不過有時候跟他上學 那個困難就是因為他 行動就慢一點啦 還有一定要有人陪著他走 這樣 上樓梯啊 那些都要有些附他啊這樣 還有去廁所那方面 可能他的膀胱的控制得不好啊 去廁所他一說急呢 你就要馬上要很快地找到 那生活上就是這些困難 那好歹他吞煙那方面 他自己可以控制到啊 吃到啊這樣 就不需要用喉管啊這樣去進食 嗯 那就是說其實香港他就回特殊學校了 基本上 是啊是啊是啊 那就是說其實他在學習的過程 是不是要有一個人基本上坐在他旁邊協助他還是他不需要的呢 不需要的啊 那個資源配套不能夠做到有個人在他旁邊的 那只不過有一個老師在課山 另外也是一個TA在課山 那TA就看了那麼多個的 嗯明白明白 好 那加拿大這一方面你遇到的情況是怎樣呢 哦 哦 那在來之前呢 實際上說來之前 我想很多人的想法都會覺得 都很憑慮外國的特別健康 應該會比較好啊 因為有另外一個部份 UK那裏呢 他們都說是很好的 那我就自己在那裏想 這邊應該都會找到治療做的 所以我就已經申請了林延泰的medical report 那又要開始準備教他很基本的英文啦 要先教他 那好了到來到之後了 那個治療方面呢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這裏就算你自己出自己的錢去找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我找到一間是做PT的 都比香港的便宜的 但是就那個時間你就 就是沒有那麼密 可能只是給你隔週做這樣 那而ST方面呢 是找不到的 那還有林延泰在學校intake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ST一看到我們的工具呢 就說這裏不會用工具的 那其實我也知道外國是不用工具的 因為香港的ST老師有說過的 他說外國不用的 ST在香港做的那裏 ST的手法全部都在外國學回來的 但是為什麼反而去到外國 又不會用這些工具的呢 那所以在這方面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那我了解呢 很緊有的了解呢 就是加拿大這邊呢 就不跟香港就沒有特殊學校的 就是沒有一間學校呢 就把這些所謂的special needs的學生 擺在一起的 香港就是把他們群組合在一起 然後一起教這樣 那這裏就擺回本學校 但是我知道呢 這裏就是你來到的時候有special needs 就是他都會幫你做assessment 就是psychological 這個過程對我們來說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我又想那個location就回林彥泰上學 又就回我們兩個出入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帶林彥泰過來 那想找一個地方方便大家的 那所以其實找房子都找了很久 那最後呢 有地址之後就找學校 那但是第一間學校呢 public school就不收去 他就說因為不夠TA 那所以我就馬上就自己再去找另外一間了 那另外一間就收去了 都算快的其實 那然後in take的時候 那一刻是沒有 有做assessment 但是可能在旁邊觀察他 那這樣這些 那他們一隊的人很多人的 最後是上學的時候 有PT下去跟他 但是那個PT是屬於school board的 就不是在學校的 那大概可能兩個星期去一次 OT都好像是大概兩個星期去一次學校 那但是他們不是幫林彥泰做治療的 PT的人或者OT的治療師 就是去學校教到那些老師 或者教看著林彥泰的TA去幫助他 只是這樣 那還有林彥泰上課的情況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幾時下去的 因为学校又不会特别告诉我们明天PT下去 或者后天OT下去 没有这个节目会跟家长讲的 虽然他们有手册 但是他又不会特别写下去 还有我知道他应该有时候抽他出来上 可能上英文或者上其他课 但是我追了时间标 追了几个月学校才给了时间标 还有这里的学校可能我的例子就是这样 就很喜欢有少少 他好像林彦泰有少少很累 你快点来接他走 我就收过很多次这些快点接他走的电话 所以都有一些压力在这里 因为很远 因为我的距离跟他学校 因为我出去做事或者个campus 是距离他的学校都比较远的 那是不是你没有车 交通工具不行 还是不方便在哪里呢 是不是因为没有车呢 都是啦 第二样就是 因为可能只有我一个 这处地带密宝 只有我一个照顾 其实时间那方面都有些紧缺 那我们就是搭交通工具的 去哪里都是搭交通工具的 因为我听到很多声音都说 没有车不行的 又不是的 其实你在香港就算搭的巴士 搭的106你都会测试一下 几点有车 那其实这里都是的 因为我现在就住North York 就比较方便的搭车 那其实大概5至10分钟 或者15分钟都有一班车的了 非繁忙时间有15分钟 繁忙时间可能5分钟已经有一班了 但是如果York Region呢 你看了apps几点有车就真的要出去啦 那so far这么久是没有脱过班的 那些巴士 真的是很准时的 比如你订阅了星期五的 它是星期五的早上你才知道究竟有车啊 还是没有车 那所以旁黄点就在了 那我究竟去不去治疗好啊 去不去复诊好啊 你星期五如果说到我没有车 那我怎样呢 这一个是很大的分别 嗯 那但是如果North York呢 现在这个区呢 它就不是York Trans了 那就是PTC的 它叫Real Trans 这个Real Trans我就没用过 但是在路面我就见到很多的 那最后你现在怎样打算呢 听说你囝囝好像最后你决定将它送回香港哦 对不对 是啊是啊是啊 因为这里申请的服务给到我们的 但是那些服务呢 因为我们不合格 我们又没有PR身份啦 那也都没有File Tax啦 那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都申请不了 那变了我又找不到很多治疗给它做 在这里 那我就唯有在家里这样跟它做的时候 还有我自己开始都忙啦 那我就觉得 其实它在香港 每天上学都有治疗师跟着它 那不如它先回到香港啦 那是啦 那所以最后是离开了这里的学校 回到香港 那有些什么打算啊 现在打算 拿到PR才算啦 因为都不知道 对啦 大概是这样啦 嗯 OK 那就是说现在就见步行步了 可以这么说啦 是啊是啊是啊 那太太妈了 没结束之前呢 我都想问一下啦 那你现在囝囝的情况啊 各方面的东西啊 那总结了你来的经验里面 你有没有后悔过来呢 我没有啊 没有啊 因为其实我在香港 我自己都很困扰了很多年了 其实反而这一个过来 是我另一个重生的机会啊 嗯 可能我觉得自己走得迟了 是吗 为什么呢 虽然你儿子遇到这么多困难 你都觉得你没有后悔 嗯 没有啊 没有啊 因为自从林延泰出生之后呢 我是回不了工 因为我要照顾他 你知道啊 照顾他 还要是他一个林延泰就等于可能普通家庭的三个小朋友了 其实应该在那里 你在精神上时间上你要用很多心机啊 这样 那所以 都很大精神压力的其实 那为什么你觉得来到这里的精神压力少了呢 嗯 因为首先这里出街 带着林延泰出街先啊 就没有那些很奇怪的眼光 看着你们 那而在香港呢 经常 我也是经常遇到的 其实 真的站定定在那会看着你们 这样路过 过完都还站在那望 其实这种感觉就不是颇受啊 我觉得 还有如果在这里 可能这里地方大了 那林延泰可能就不是走得很久 这里的商场啊 或者街上呢 其实它真的有一些椅子呢 可以让你走几个铺位就坐一坐 十个铺位就坐一坐 就是有这样的空间给你去坐 但是香港可能真的走过商场呢 其实可能只是路过 找一张椅子坐下都很困难 嗯 其实你觉得在这里照顾它 是比在香港容易的 相对来说 就是除了你说找不到治疗之外 都是啊 都可以这么说 嗯 嗯 那真的谢谢太太妈了 把她自己的经验就毫无保留地就跟大家说了 那可能太太妈的经验呢 不是代表所有specialist的小孩都是这样的 那我都在这里呼吁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看了这个视频 也都是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帮太太妈的话呢 就麻烦你可以在我们的留言里面联络一下我或者联络一下太太妈呢 就给一些的或者建议啊或者提示啊 特别可能是教育局啊或者其他对教育工作认识的朋友呢 呃如果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帮到太太妈的话呢 那就非常之好了 那最后呢 我就希望呢 林莲泰可以快点回到加拿大啦 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给她适应啦 那你们就可以一起生活 那就最好了 在这里就和大声说一声拜拜了哦 拜拜 拜拜 拜拜